剛剛我們介紹的是 ViewSonic V-Direct Lite 這個版本 那 另外一個呢這個 N-O-O-M 也是很好用的不管是教學錄影或是現場的 這個網路的工具 那我現在呢把它執行起來 我給大家 做個比較 這裡 這個就有Mac版 老實講他也有就是Chrome的版本 就是說只要瀏覽器就可以用的版本 好 那你來看一下 有沒有這裡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可愛 我為什麼特別要強調一下是因為 我們平常的網路攝影機畫面是不是都遠遠的 那個方方的 那方方的其實他比較佔空間 所以你常常會看到我必須做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要縮小 站到旁邊去嗎 比較不會遮擋到我要講解的畫面內容 但是我們今天用的是 像這樣子遠遠的 他 遮蔽到的空間 有沒有感覺相對比較少 可是你的畫面又能夠呈現在上面 好所以 這是他第一個優點 第一個優點 那第二個優點是當然他也可以有不同的大小 只是他就是 三個Size而已 就是大 中小 這樣子 好 像這樣 有沒有 他不能用滑鼠滾輪啦 那 他還有一個我覺得不錯啦 就是可以在這邊 如果你今天 絕對有需要花俏一點的 某些節日到了可以花俏一點 那當然也有這個背景 模糊的功能 可是他這個效果我覺得做的比較差一些 雖然他也有做到 但是 跟一般的比起來 比較差 我覺得他plug還OK還可以接受 那 另外一個 就是他本身事實上也有錄影工具 也有錄影 那我平常會用這個來做什麼 我先把我這邊先收起來 一個畫面就好 那我平常呢 會 用他來回答同學的作業問題 因為呢 平常我的科系 我是 在領動視傳系 所以同學 基本上 紙本考試的很少 我們都是教作品比較多 那麼既然是教作品比較多 各位 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同學如果作品交來 我們一定會有一些 問題想問他 或者是說 你覺得 哪邊 我們覺得哪邊 可以 做一些改善 可以怎麼修正會比較好 對不對 那這種東西 他如果來 跟你約辦公室的時間 你 有沒有比較麻煩 有對不對 第二個 他如果來了 跟老師講 老師 我們待會後面的 訪談的過程 我可以錄音或錄影嗎 你有沒有覺得 有點 辛苦 對不對 所以 現在我改作業 我都是 直接用錄的給他 就是 我改完了 不管他在現場或者在家裡改 都一樣 我就把這個過程錄下來 錄好之後 他就可以在線上直接看 因為我們這個 Long這個軟體 或者說 這個服務 他本身 錄影 來我先錄好了 你看我錄下去 好現在呢我就透過這個 來做錄影 那我現在錄影 錄完了 好他現在開始正式錄了 那麼正式錄完之後呢 老師如果平常自己錄影 是不是還得找空間傳到網路上 然後把他共享出來 告訴同學網址在哪裡 這樣是多好幾個步驟 可是我們這個不需要 如果我錄完了 我點他一下 現在他就幫我傳到雲端了 好有沒有看到已經上來了 那你看到這邊 這裡 所以呢 你可以先看看 這個是不是我現在 現在 就是 OK的 好來我把我現在的畫面切出來 OK 那你只要把這個網址 複製給他就好了 有沒有這裡有個鏈子 所以他幫我們解決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上傳 上去的動作還有空間 那我只要把網址給他 同學 我覺得哪邊哪邊 你可以再做一些改善或調整 會更好 那你就可以 就是給他網址他就自己去看他看幾遍都OK啊 對不對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有沒有看我知道 呵呵呵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幫我們記錄喔 來你看一下 我剛剛在這裡對不對 他有個鈴鐺 他有個鈴鐺 你看 他說有人已經看了你的影片有沒有 這樣你有了解了嗎 所以 你那麼辛苦錄給他 他都不看 你也知道吧 但是有看你也知道 所以我可以透過這邊 因為他等同 就是我們有一個 來你看 在這裡 我們所有的同學的 我最近改作業的有沒有都在上面 通通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我現在改同學作業的 我就會附上這樣的網址 那我做的動作其實跟我平常跟他講差不多啊 只不過我把他錄下來而已 那這樣同學要重複看 就比較OK 所以我覺得這個小工具真的蠻不錯 那麼 您可以稍微 看看 那我比較喜歡的是他這種桌面的版本 也就是我 那個連結上面給您的 如果你用他Chrome的版本 就是 瀏覽器附加元件的這種方式的 他的 那個老師的畫面會 要局限在只有瀏覽器上面 你就不能像我這樣在 不同的 應用程式裡面走來走去的 當然錄影他還是會錄下來只是說沒有老師的畫面這樣子而已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他軟體端的 他就跟我一般錄影軟體一樣 你今天錄哪邊只要是螢幕上的 我都可以通通錄下來 這樣OK嗎 老師去做一個作業看看嗎 不知道你怎麼改 然後你是怎麼改 喔 好好好 OKOK 這個部分是學校的那比如說我改 我們的作業我們會像這樣子 這樣你看到我們就是做動畫 做影片 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要 這裡有一個同學加上 交上來的有沒有 有一個 好就點進去 那我就會進去 看一下 好這個磁礁的 那我會把他的影片下載下來 那我去看 那我就回答 那我 給老師看一下 我已經改完了 你看這個 你看我的右手邊 我們評分 這裡的評分 有分幾種 那我現在是比較喜歡用這種評分表 這樣的話就是我們比較客觀一點 老師可以自己做啊 你可以自己決定你的評分表 就是說有沒有對期限絞交 那這個占比例多少 我就可以像這樣給他評分 照我們的標準 去給他 好那你評分完了 那你看我右手邊 右手邊 我會給他一些意見 有沒有我給他一些意見 然後呢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連結 我就 錄好 那我順便抓一個畫面 這樣我就比較知道 我如果沒有看的時候我也知道那個作業的內容大概是什麼 好我就點進去 所以他們要看的時候是不是也是這樣點進去 我有文字的他也看得懂 然後呢 我也有針對 很高興你們可以做這個加分題 好那 針對 因為你們的這個動作 只是我改作業我就不用我的畫面啦 我通常改作業就是直接 別打畫面 我不見得需要把自己放上去 因為有時候在家裏面 一三不整 不太好 用一個那個 氣光的圖嘛 但是你把他用說的啊 就跟我現在上課 這種方式一樣 對 因為我如果 全部 轉換成用打字的 是不是要弄很久 而且 同學又看不懂 沒有看到畫面 所以我搭配我剛剛是不是有畫面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的 他就看得比較清楚 不是像這樣白色 那 這個弄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有簡單的那個 剪接的功能 也就是說我如果前面跟後面 有多錄了一點點 我可以把它剪掉 所以你看我把過來這裡 為什麼說自己有點問題 你看這邊 有沒有一隻剪刀 對不對 你還可以做一點點 簡單的修剪 好所以 如果說比如說同學的報告也好 其實老是要 回覆他 因為他們現在都是電子檔 你也可以打開然後就在上面直接 有點類似我們傳統的 紙筆的批閱 只不過呢 你是批閱的同時又把 這個過程 順便搭配口語的錄下來 因為有時候找同學來現在還不容易 要約時間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時間很難約 或老師也比較忙 那我就乾脆這樣處理好 反正都是一樣要做的事情 可是 我們用數位的方式 來把這樣的 動作完成 OK 好所以您可以安裝看看 試看看